韓國現在調入一個一定的模式 他對很多問題的回答 第一太簡單 太簡單化 第二太快 還有第三點呢 有點膚淺 第四點呢 他有一點 就是說不夠嚴肅 不夠嚴謹 你做總統也要稍微學一下 像江西成就開始學了 要嚴謹 要稍微這樣比較不會 因為太緊張 他就這樣 你剛剛不是很稱讚他很有活力 活動力的這一面嗎 這個活力也是一刀兩刃 活力的表現方式可以讓人家感覺到 他很dynamic 很活潑 很充滿動能 但是也有的時候 就是說你處理一件 可以馬上一下子就把它處理乾淨的事情 如果你在一種比較浮面的淺層 一下子把它夾 處理過了 那你的人還要再回來再講好幾次 我覺得這不好 當然他現在重在流行 重在往 這種是小事 算我多嘴 一個範比這個更大的毛病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沒有人就這件事情講得很清楚 因為是隔壁的訪問 原文是這樣講的 那個邀請函上面就是這樣寫的 王儉俊拿出邀請函的時候 函上面就已經有這樣寫 如果有仔細閱讀的話就看到了 不過剛才陳道講說如果應該要完整的回應王單 他就不會繼續上來 其實有的時候是這樣子 當你回應他的時候 他如果他想黏著你的話 他還是會繼續黏著你 就會告訴你說那你其實還有哪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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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漏洞了 所以哪一些事情是需要這樣子就不要理他 哪些事情是要認真的回答 的確韓國瑜要選2020的總統 他必須去仔細的思考這個問題 但是王單這個問題是不是需要認真回答 那又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不過這跟李王單不王單沒什麼關係 因為你現在大家都在看 而且大家都把你當成準總統 所以你處理每一件事情 不管是大小 還有不管是合理不合理 大家都在看累積你這個人將來當總統以後 你的功力到底好不好